德罗帕石到底是什么 能让前苏联和德国的科学家如此着迷 并且不弃一切代价前往中国来寻找 当德国的科学家来到西安半铺博物馆 向馆长索要这种石头的时候 却被告知无可奉告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这个在国外被吵得沸沸扬扬的德罗帕石 到底是怎么回事 事情还要从1937年到1938年的时候说起 那个时候北京大学的考古学家 齐福泰率领的考古调查队 在西藏和青海的交界处巴延克拉山脉中进行调查 途中在寻找休息场所的时候 他们偶然发现了一个洞穴 洞穴里的石壁上描绘着太阳 月亮 地球 以及其他太阳系的恒星 继续往里走 在洞穴的深处 他们发现了一些坟墓 不可思议的是 坟墓中的遗骨基本上只有1.2米长 而头骨却要比一般人的头骨大很多 遗骨的腰围直径是30厘米 厚度大约1厘米 在遗骨旁边放着的是用某种石头制造的圆盘 考古队经过仔细调查研究这些沟槽 确认圆盘上刻的是首次发现的未知文字 圆盘总共发现了716枚 根据当地部落的名称 它被命名为德罗帕石 据说专家们后来曾经多次试图解读德罗帕石上的文字 但都没有成功 那圆盘上的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成了一个谜 就这样 德罗帕石在北京大学被尘封了20年 直到1958年 北京大学的楚文明等六位学者致力于德罗帕文字的解读 情况才有所改变 终于德罗帕石上的部分文字被解读了出来 圆盘上雕刻的事情令人震惊 那是发生在1.2万年前的事情 从外星球来的德罗帕人乘坐的宇宙飞船 在巴延克拉山因故障紧急降落 由于他们修理不好飞船 最后只能选择留在了地球上 适应这里的生活 圆盘上还刻着当地人记录下来的圆化 德罗帕人是乘坐宇宙飞船从云上下来的 当他们出现的时候 我们无论男女老少都一直躲在洞穴里面不敢出来 直到我们从德罗帕人的动作和语言里 逐渐的感觉到他们并没有什么敌意 在洞穴的坟墓里 除了身高1米2左右 头骨比一般人大出很多的遗骨之外 考古队还发现了普通人的遗骨 因此考古学家们认为 德罗帕人应该是逐渐的和当地居民生活在了一起 因此当地居民才在圆盘上记录下了当时他们自己的感受 1962年 楚教授发表了1.2万年前存在宇宙飞船和文字的关联 这样极富挑战性标题的研究成果 但当时大家对这个事情都是一笑了之 没有人去在意这个事情 1965年楚教授就去世了 当时仅有前苏联的科学家表示深切关心 莫斯科的科学院为了调查这一发现 他们想办法弄了几个圆盘回到莫斯科做研究 之后苏联的科学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验和分析 最终得说 这种石头里面含有相当数量的孤 铝和硅等元素 而且随着实验的深入 很多奇怪有趣的事实也被公布了出来 前苏联科学家瓦斯奇拉夫在前苏联的人造卫星杂志上发表的内容称 圆盘是一种像电唱机那样特别的机械 放在一个特殊的通电的转盘上面 圆盘就会发出很特别的节奏震动或者发出风鸣的声音 同时科学家们通过调查生活在洞穴附近的居民也了解到了这样一个传说 他们说在远古时期曾经有一些个子矮小瘦弱的人从云中出现 那些人的头很大形象很丑 从这点看来似乎也证明了德罗帕人实际存在的可能性 那么对这样的描述你想到了些什么呢 是的 那就是外星人 1974年 奥地利工程师恩斯特·韦格纳在西安半坡博物馆偶然看到了两个圆盘 出于好奇心 韦格纳把那两个圆盘用照相机拍了下来 但当时这些照片并没有引起什么关注 然后到了1994年3月 出于对中国存在金字塔和圆盘的事情的好奇心 德国科学家豪斯德尔夫和他的朋友佩特一起飞到了中国 为了确认当时韦格纳的照片中的圆盘是否存在 他们特意来到了西安半坡博物馆 然而 在博物馆里面 他们并没有看到20年前韦格纳拍摄到的圆盘 他们询问博物馆馆长 但西安博物馆馆长表示 对此毫不知情 无可奉告 西安半坡遗址博物馆的圆盘就这样不翼而非 不知所踪了 但另一方面 国外的一些考古学家和科学家们也在不停地寻找圆盘的踪迹 不过早在1945年 在印度北部的牧所里担任军务的英国人塞尔盖教授 在印度见到了那个被认为拥有德罗帕圆盘的人 那个人说 在被称为德罗帕的部落宗教仪式上 有一件类似的圆盘道具 这个道具直径22.9厘米厚5厘米 非常重 现在就在他的手里 于是塞尔盖教授花了60英镑 买下了这个所谓的圆盘 并且带回了英国 回国后不久 塞尔盖教授就遇到了自然研究学家 卡利尔·罗宾·艾班斯博士 两个人就谈起了圆盘的事情 艾班斯博士对德罗帕人和圆盘的事情 也非常感兴趣 于是为了寻找德罗帕族 他来到了中国的巴盐克拉山脉的高山地带 艾班斯博士谎称自己来这里是学习德罗帕语的 才慢慢融入到了当地部落当中 从当地人口中 艾班斯博士认识了部落现在的领导人拉干拉 并且从他那里了解到了部落的历史 领导人拉干拉称 他们的故乡之星是天狼星 他们的故乡曾经在两万年前 向地球派遣过探浅队 但由于飞船出现了故障 他们的幸存者无法从地球上起飞 只好留在了此地 他说 那些德罗帕人是从天狼星来的外星人的直系子孙 1995年11月 有报道称在四川德瓦村有一个部落 这是一个由120人组成的小村落 村子里面的人身高最高的只有115厘米 最矮的只有63.5厘米 他们的居住方式和其他人没有差别 只是家里的门都比较小 床也很短小 那个村子距离巴延克拉山有数百屋里 但虽然距离很远 由于巴延克拉山脉是从青海省一直绵延到四川省 中间没有海洋的阻隔 远古时代 从宇宙降临的德罗帕人 数千年来似乎不可能只生活在狭小的洞穴中 更何况 从青海省的高山地带搬到海拔低气候宜人的四川省 也不是没有可能性 毕竟这样的环境更利于人类的生存 不是吗 那么 德罗帕族真的存在吗 德罗帕族确实存在 但他们是西藏高原上的一个土著群体 叫卓卡 他们是正常的人类 理论上说 其实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德罗帕时的存在 网上传的这些图片大部分都是汉代的玉璧 也许你会觉得这整个故事的可信度很高 里面有人名地名时间以及详细事情的经过 但其实这里面提到的陈教授和当年的考古队并不存在 北京大学对此的回复是查无此人查无此事 这个故事最早发源地并不是在国内 而是在德国 最早在1960年的时候 这个故事以零散的段落在报纸上出版过几次 之后在1962年的时候 这些散落的片段经过整合 出现在了德国的一本名叫《素食杂志》的刊物上 这本书就像过去的故事会一样 里面都是一些夸大离奇的故事和考古发现 这家出版社向来都喜欢报道一些虚构博人眼球的故事 所以德罗帕时和德罗帕人 就是这么一个没有任何证据支撑的故事而已 不过关于史前的未知事件 还有很多无法解释的事情 比如通古斯大爆炸 摩亨佐达罗遗址的死亡之丘 这些都是有真实证据存在的事情 这些又该做如何解释呢 下期我们就接着来讲死亡之丘 这个困扰无数科学家至今的谜团 OK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再次感谢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我是小胡 我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